大家好,我是小宁 今天要分享给大家一个豆腐的新吃法 用到的是这种盒装的北豆腐 它的韧性更强,而且豆香味更浓 咱们先把它切成长片 放到碗中,加入一勺盐 再加入清水,浸泡10分钟去豆腥味 10分钟以后捞出控干水分 接下来准备小米椒切碎备用 再准备一些青辣椒切碎 一些小香葱 碗中打入3个鸡蛋 不用放盐,直接打散就可以 锅中放入适量的油 豆腐先在蛋液中蘸一下 然后放到锅中 像这样一次摆开 煎到底边微微焦黄呢 从中间加入蛋液 一直煎到蛋液凝固 可以轻松晃动锅的状态 接下来准备两勺生抽 半勺老抽 半勺蚝油 一勺醋 一小勺盐 半勺白胡椒粉 一小勺糖 再加入一倍量的清水 搅匀 做好的料汁呢沿着锅边倒 这样呢让鸡蛋的底部也有汤汁 盖上盖子小火焖煮两分钟 两分钟以后呢再将之前准备好的辅料放进去 继续盖盖子焖上两分钟 直到呢汤汁慢慢的收干 把它直接放到盘中 咱们的菜就做好了 这个做法呢非常的简单 但是特别的下饭 鸡蛋呢有一点点的胶边 而且呢特别的入味 超级好吃 豆腐呢保留了完整的形状 但是也吸满了汤汁 喜欢就赶紧收藏做起来 我是小宁明天见啦